出動突九五戰略轟炸機飛越大西洋 這是俄羅斯最新釋出的一段軍演影片 但這次行動讓英國很緊張 一度出動了空軍軍機攔截 美國則是警告俄羅斯接下來可能利用造假的影片 指控烏克蘭先發動攻擊 捏造開戰藉口 美國國務院的簡報把影片的內容說得一清二楚 似乎是先看過了這段影片一樣 美國指控俄羅斯又開始使出用假訊息帶風向的老套手法 而在此時俄羅斯還不斷的往白俄與烏克蘭邊界運送更多武器 這一次送來的是S-400D對空飛彈 俄國防長邵伊古還親自走一趟白俄 這讓白俄總統盧卡申科親自迎接 白俄羅斯這次很配合地舉行了聯合軍演 讓烏克蘭陷入被三面包抄的局勢 開戰危機看似持續升溫 但是烏克蘭防長跳出來換夾 烏克蘭方面表示 估計俄羅斯集結的軍力從之前的13萬以上降到了約11萬5000人 這個數目還不足以威脅全烏克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訂閱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訂閱國際新聞頻繁盤 訂閱國際新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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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言 播放 inc shield 感谢观看